前几年有一部电视剧集,相信很多人一定都有听过或者是看过,对于其中的主角大家一定是不陌生的,它就是袁珊珊。 大家如果会经常上网的话,其实肯定知道之前甚至于是现在都有很多人在网上不停地骂的,因为她刚刚出学校出来,没有多久就开始演一些很好的剧集的女主角,这个让很多人都不敢相信。 最重要的是,大家会觉得为什么她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,就很简单的就得到了很多别的人要不到的东西。 如果她是一直都很努力的人,然后凭着自己的本事,走到今天的话,大家肯定不会对她说一些不好的东西。 但是就是因为她以前都没有那么委屈过,大家就觉得她那么容易就成功,让很多人都觉得很难接受的她。 因为那个时候还有一些比她还要早出现在大家面前的人,然后还有很多过得很不好的一些人,他们都没有像她一样那么好的待遇。 她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女孩子,就因为一步聚集,就让她们这么顺利地过下去,大家都不会满意。 其实她自己也说了自己,确实一直过得挺好的的。 以前读书的时候,她也没有很拼那种,所以后来可以有机会去做一个很厉害的事情。 她是觉得自己其实是很有运气的东西在里面的,但是没想到大家因为这个就把她骂得特别的惨。 一次不够还有很多很多次,她自己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,会把她骂这么的厉害。 但是呢,就是因为这样子,她一直演过的一些剧集,都有了很好的有赚收拾,所以也有了不少的钱。 但是对于她来说,她自己是很不好过的,因为在以前的时候她都没遇到过,所以她自己也觉得自己做不了什么事情。 但是自己又管不了别人,怎么去看自己,亦或是怎么去想自己,所以她觉得自己也是很难过的。 在那之后,她自己付出了很多的努力,一直想要给大家看到她自己其实也是有在拼的。 也想要跟大家说,她其实不是大家所说的那样。 后来的她一或是现在的她已经跟以前很不一样了,她以前被人家说自己有点胖,但是现在的她身材好的,让其他的女孩子感觉很好。 然后就是现在的她也过得比以前开心多了,因为她现在也不会太过多,去想一些外面的事情。 她说自己现在每一天的都过得挺好的,自己也可以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。 比如说她一直都很喜欢去和小孩子,我们一起去玩意或是去关心一些小动物,这些东西都让她觉得很开心。 也有可能是她觉得这些事情是她可以去做得来的,而且和他们在一起也是比较容易去相处的。 所以现在网上的大家对她的印象也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,大家都觉得现在的她是比较好的一个她,她说自己也知道自己,还有地方是做得不够好的。 但是看到很多人对她说的一些商人的自聚剧,让她知道了自己很多事情,还是要去尝试一下的素材与图片均来源与网络,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。